警方道場採證在提防案拉起封鎖線 因為有怪手司機來整地時 竟然在草叢裡發現一具屍體 來這裡整地除草意外發現有命案 地點在台南東山區提防案上 男性死者年約三十多歲 研判死亡超過一週 雖然外觀難以辨識 但他手腳都被捆綁住 不排除是他殺 嘉義一名婦人趕到殯儀館認識 他在二十八號跟警方報案說兒子失蹤了 懷疑兒子遭到社局付死亡之約 不過身份還需透過DNA比對 才能進一步確認死者 是不是他的兒子 現在還要查命案的脈絡 城市的地點位處偏僻 附近有集水溪和龜蟲溪 溪盤旁都有大片的草叢隱蔽性溝 江上提防道路人煙稀少 選在這裡棄屍的確不容易被發現 被害人身份已有懷疑的對象 本案依重大刑案偵犯 死者生前是否遭到凝虐 有沒有積欠債務被涉局遇害 整齊案件警方目前鎖定三名嫌犯 已抓到兩人主嫌全力追棄中 華視新聞劉安生 台南報導 哈囉 我是蕾亞 那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